财富指挥官财富涨平板 有人说台股今天开盘又摸到两万点了 于是又上冲下息 变成所谓大怒神 亲爱的投资朋友 所以这句话又变成晚上很多座谈节目 或者我认为对你行动没有任何帮助 节目里面又变成是个话题了 我问各位一件事亲爱的投资朋友 如果你波若薇在90块附近就开始来做一个介入了 那不好意思说今天开到最高点 你不是应该很开心吗 不管你从哪一个卖 一个小时之内随便你怎么卖 四肢停板啊 各位801的台通 哎呀各位老师又上冲下息了 亲爱的投资朋友 那么假设你是在你跟我一样25块附近啊 24.5还25我进不起来了 哎今天又开高 四肢停板而且尾盘还收起来 看起来还蛮健康的 各位注意到啊 有些节目真的没有办法帮你 他会告诉你说 这个股票呢涨的时候不要追啊 等他拉回来或者等他呢 回到五日均线再去买 是不是今天又回到五日均线了 甚至呢各位看到6239的历生 哇今天大家一定通通讲历程了 历程是我最早跟各位在145块就跟你讲说 请你赶快跟着我们一起布局 我们非常看好封装测试相关的股票 然后礼拜一的前线百分百 我跟各位讲说各位注意啊 116.5的红海根本不是压力啊 甚至呢我还指名道姓的讲说台通我就住在三创园区的正对面 每天看到台通在修电缆 结果呢你看 注意身边的事物就能够赚钱了 然后我还跟各位讲说请你注意一下下 你要去买3324的双红 3017的旗红那是你的事情啊 多少钱那一张要66万啊 一张67万收盘66万 各位看到没有3017的旗红 一张61万 我说不用 你来找到静泽我跟你说2354的红准 足足让你两支停板到今天收盘的时候呢 今天大盘大家好像很紧张 我先告诉各位一件事啊 红准还是一样造胜利啊 其实所有的一切都在我的掌握当中 其实所有的一切都在我最近 等一下你会发现一件事 我不断不断跟各位提到本亿笔本亿笔本亿笔这几个字 甚至我就说了 到了股市涨到不要说是两万点 两万点不是关卡 12682你说前面挂着一个灯 那还叫勉强你有所谓的压力 两万点算什么压力 那为什么不是两万零五十点 为什么不是一万九千九百五十点 所以我跟各位讲 这个根本就是只以心理上面自己下自己啊 各位注意一下下 我认为这个行情里面 两万点这个地方涨到这个一段的距离之后呢 本亿笔换本梦笔这件事情啊 我讲了很多次 我第二阶段再来讲 我说各位看到没有啊 那么今年的金元代工或者今年的Cowos 做3.4奈米 挥达买3.4奈米的金元代工来做Cowos就够了 所以今年不会去买细制裁哦 所以今年不会去买细制裁哦 你不要说老师你没有讲过 我讲了N次了哦 我说这次的细制裁会比较弱哦 这次的细制裁会比较弱 一跌跌了多少48% 一跌跌了多少跌了35% 而且从农年的第一天呢 咱们真不好意思跟你说呢 你说老师今天你的上权也是开高之后 哎我老师跟你说一件事 我手上的股票我最讨厌一档给你猜是哪一档 说不定明天会很好啊 外资也买它 投锡点买它 大家都买它 而且我也看好它 我就讨厌连电 连电就涨一点点 你们看到连电有没有涨 涨一点点 会涨会点的股票我最喜欢啊 我跟你讲各位看到没有啊 各位看到 但是问题来了 我不知道各位是怎么做股票的 我说过股票市场里面呢 半导体产业啊 这种上下游关系啊 半导体产业的关联呢 是你决定要不要赚钱里面最重要的工具 因为你看到你上游就像说你上游啊 现在最好用叫苏丹宏嘛 你上游苏丹宏你下游就受害嘛 你上游的原料好吃 你下游自然而然就做得好嘛 所以你要懂得这个上下游本身的关系啊 那 现在我下游不需要你IP了 你IP当然今年不会特别好啊 没有说完全不需要了 至少没有像去年那么那么一定要去抢IP嘛 现在最需要是Code Wars 最需要是细光子嘛 最需要是后面能够帮你做成AI晶圆的嘛 所以等一下我会提到啊 老师今天尾创什么 大家都吓一大跳啊 我昨天就讲啊 听说辉达把B100最新的晶片交给红海啊 所以红海大涨啊 所以股票市长你要知道这个所谓交换的一个时间点 我跟你讲说这个地方已经开始进入Code Wars了 你各位看到没有 已经开始进入Code Wars了 已经开始进入Code Wars了 不管你是要买封装还是要买细光子 结果呢都是对的 如果你是继续啊 在这个地方买IP的话 那就完了 所以股票市长里面 这种情况并不能说大盘要回党 这只是代表说 在某一个产业里面 那么哪些东西他用得到 哪些东西他用不到 我这段时间里面都要吃面 于是吃饭就可能会吃亏了 这是最基本的经济学的道理 好吗 所以我还是很乐观的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不要今天就跟我讲说你不做了 来吧 我们来稍微来想象一下 我认为啊 各位 有人跟我讲说这两根K线 就是代表两万点上不去 我说你在讲笑话 我都觉得这很像是我在爬山 有没有 在攀岩 我两只手已经抓到上面了 看到没有 两只手已经抓到上面了 结果呢 脚下踩一下滑一下 脚下踩一下滑一下 而那上一次滑比较远 这次滑比较短 而且呢量能也很正常啊 我说两万点 哎呀 其实本来就不是关卡 但是不管是两万点 一万九千五百点 本亿比总是要慢慢的 把本梦米给换掉吧 因为去年 大家看说 这个日月光你好像成绩也还没出来 你这个金元电啊 历程成绩也还没出来 鸿海更不用讲 鸿海到前几天的时候 好像哎 我跟你讲一件事啊 为什么我刚才跟你讲说 我最不喜欢连电 不会动的股票我不喜欢呢 你认为鸿海过去的两年 你很喜欢他的 请举手 没有嘛 台积电在涨 别人都在涨 鸿海呢 一直睡觉 但是鸿海是不是好股票 是啊 我就说鸿海一定在等一件事嘛 等一下我会跟你讲 各位注意一下下 先不要管这么多了 这个行情今天呢 有鸿海 有鸿海 有连电 有台积电 还有金融股也来了 有金融股也来了 这也是我跟各位介绍的股票 那我问你一件事 你真的觉得两万点 就这么滑一下就在一万九千点吗 好了好了 就算到今天指数不涨了 也是一万九千九百二十八点 也是摸到过两万点 我从过年到现在为止 每天都在暗示你 明示你 暗示你明示你 两万点会到 而且我还不只认为这样子 到两万点 一千五百一十五点 从过年算到现在 那外资到今天还在买 你问你外资怎么卖 把自杀卖掉 不可能吗 少说后面再拉个一千点 让你卖 同不同意 这个我们不能讲太明确 这是法令规定 总之你不觉得说 他就是用手搬上去 然后也滑下 手搬上去也滑下 有人往前冲 有人在拉你的脚 但是我告诉各位 今天没有上去是正常的 为什么呢 我认为今天其实 后面也不敢做太凶 因为股市是有排名的 不要说出来的时候 总是有大小 股市是有排名的 纳斯达克可能今天晚上 才会创新高 所以我们如果早上就冲上去了 太早了一点点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不要想那么多 现在最重要是这句话 本益笔换本盟笔 你不要再去给我买本盟笔的股票了 本益笔的股票是最好的股票 而且本益笔的股票 很多张你都可以买 包含什么00939 00940 这些进来都是买本益笔的股票 而且你说老师今天看起来冲来冲去 我到底要不要做 你不做那是你的事 各位注意 比较近一点的直接跟你说 3月18号GTC 挥达供应商大会 已经有人开始要讲说 我有新的金源 我有新的方法可以来做这个挥达的晶片了 这是什么地方 南港 南部香港是不是 不是啦 内湖旁边的 我们台湾啦 台湾6月份 就要办全球的国际电脑展 黄仁勋会来哦 基辛格会来哦 苏之锋会来哦 只有库克不会来 但是库克在外面 他们自己在那边要发表他们的 新的AI手机里面相关的事项 因为苹果一向不参加这种大会 不管你巴塞隆纳还是台湾 不管什么会他都不参加啦 但是我告诉各位一件事 光平啊 这个未来的电脑展 光平苹果还没生出来啊 哎 有空再来跟各位谈啊 光平这个数据中心啊 美国还正在盖啊 台股就还没涨完嘛 AI就还没完嘛 是此起彼落 不断的有人参加嘛 所以以前有广达 以前有伪创 后来现在谁来参加 其实10月18号同台 我就跟你讲说 注意哦 10月18号的时候 刘洋伟跟黄仁勋同台 那个时候其实 私底下一定是给红海订单啦 现在传出来是B100 B100是很重要的订单耶 是下一代的辉达订单啦 听一个我看 尾创造的公司啊 对不对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吗 红海不是不动 他在等待 人家告诉他 他可以行动 他是全世界占31%伺服器的国家 所以刚才这个数据中心里面 31%是红海做的耶 美国这个都还没盖出来 这只是一个假设的图耶 这个31%是红海做 你说红海会不会涨 红海今天还是照涨啦 各位看到没有 好啦 我们先不要讲风海 还有我在前线百分百 有没有跟你讲801的台通 字幕已经打到 打到那个别的地方去啊 但是基本上801的台通 台通我说各位啊 如果你没事的话 就站在那个嘛 站在那个 呃呃呃呃 站在怎么讲 站在这个反正就是三创啊 三创三创那个地方 光华新天地看嘛 在那边修理的 上面的车子就写两个字台通啊 那些修理的功能就是写台通啊 就是台通啊 啊我问你一件事 台通连续涨的四字听门 到昨天对不对 那今天开高 小卖一下很好吧 做股票就是要这样做嘛 我说实话一点 有些老师不晓得再跟你讲什么 尤其是晚上的节目 那个真的是要做无聊版 你知道没有啊 什么叫无聊版的节目 我现在讲给你听啊 上涨的时候不要追哦 不要追哦不要追哦 不要追哦 我们等拉回再买 等到今天拉回又说 拉回好像还没完耶 所以还是不要买 那你到底在讲什么 上涨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要追 现在连红准涨两天也不要追 红海两天也不要追 人家来领通告费的 你把它当成是真的来教你的 各位看到没有啊 我说过红准是所谓红海家族里面 唯一有机壳跟水冷散热的模组的 而且呢 EPS估给你 你电算机也拿出来按一下吧 本利比19倍 红海本利比14倍 来看一下好不好 3324的双红嘛 随便算一算本利比应该有47倍啦 3017的奇红呢 随便算一算本利比啊 各位看到没有 3017的奇红算一算本利比快50啊 它只有19倍 可不可以买 我闭着眼镜也要买啊开玩笑 股票市场里面 本利比越低的叫做越便宜啊 本利比越低的叫越便宜啊 而且它后面还是红准 后面还是红海 红海后面还有 还有辉达的订单啊 所以你看到没有 我最近都在跟你谈本利比耶 我最近都在跟你谈本利比耶 其他我们等一下再来讲好了 等一下还是要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你看到没有 连电家族的本利比还是很低耶 连电家族要做什么 它也要进来做金元耶 所以各位啊 不要把台股望至菲薄啊 连电 我们看一下连电好了 我们现在假设连电哦 明天 跟红海一样 从这边冲过去就好了 冲过这边就好 冲过这边就好 台股两万点就真的全文啊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看到没有 连电本利比只有十倍啊 连电本利比只有十倍多一点点啊 它最多说是二十八倍啊 你看现在多少钱啊 五十二块啊 是我手上最没有涨的股票 我还公开讲给你听 所以我这么跟各位讲 我对这个行情有信心 您也要跟我一起有信心 那么连电已经把历程带上去了 没关系 等一下要跟各位介绍一讲 这一次啊 在GTC非常可能发现了 新晶圆代工重要的成分股 欢迎你想尽办法跟上来 我前面今天大盘讲太多了 害我很多股票不能讲 没关系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你赶快跟上 我说今天看头顾节目啊 最不会做的就是讲华城市电跟中心电啊 这我们以前讲到现在了 我说各位想一下 那么等到AI一出来的时候都一定会缺电 一定会缺电 我说只要中心电没有下来 中心电今天来创新高 那基本上包含市电 包含华城 甚至包含亚历呢 基本上来说的话 都还有未来可以继续观察的后市 这人瞎讲啊 这个你都懂我都懂啊 甚至呢有人做节目 就说啊你看哦 头信买6176的瑞宜哦 所以我们要跟着买 头信买什么 买这个什么2404啊 是不是 头信买6121啊 我们要跟着买 我是不好意思说一件事情啊 尤其是买2603这次 我是觉得最 头信你真的买对吗 算了 这个股票市场只要有钱哦 对不对没有关系啊 但是他买上去 你没有可以模仿的对象啊 万一哪一天他不买呢 我就这么讲啊 现在的基金是可以主动的 万一哪一天他不买的时候 你就说那我就下车 那你什么时候上了车啊 我做股票 我说过看真的有内涵的节目 就是你要不断不断的掌握第一手 自己去发现 我说过从一开始 我跟各位讲3363的 等一下会讲得到 3363的上全跟6442的 那么后来跟你讲 本利比本利比很重要 本利比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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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两档股票是不是就摆在你的眼前啊 是不是这两档股票 你真的跟着我们动作 真的跟着去动 知道在转折的时候切进去 这个是转折点吧 不要再跟我讲拉回来不买啦 基本上来讲应该都有利润吧 这才是真正你要看的节目嘛 对不对 你认为我有这么瞎吗 七早八早我就跟你讲说 请你注意啊 光鲜大厂本利比低啊 还拥有上全啊 你认为我有那么瞎吗 然后到涨到上面去 另外一张跑去哪里 涨到上面去 粘住的样子 涨到上面去 我不知道要卖 好啦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好不好 然后我要跟各位说的事情是 这样子各位看到没有 你看到最低的成本在这里啊 3363啊 在哪里 最低的成本在前面这个低点 这个才要拉回来买 到今天呢 两支半的停板 好不要讲那么短 我们讲长一点 从这里开始切进去的时候 当时才多少 72块钱 切到今天为止 已经是七支停板的一个价差了 而且呢 这样的股票如果真的进入一个比较稳定整理的时候 照买不误啊 因为它是个爆发力很强的产业 我们说过 从Covos开始就跟各位介绍了 Covos是什么 Covos就是各位所看到的 6239的历程 看到吗 所以你要懂的产业 你才能够赚得到这个钱 对吧 就是6239的历程 因为历程它做的Covos 还有日月光做的Covos 这基本上来讲 还有3583新云 注意哦 新云今天会拉回的原因 Covos要成长两倍嘛 8.1乘以26吧 对不对 可以吧 就是百分之百成长 可不可以 成长两倍就好了 16 现在已经302块钱了 股价也是蛮高的 今年的利多也全部都反应完的 所以你要去找那个 还没反应完毕了嘛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刚才你看到图表上面写多少 它本利比几倍 17倍 对不对 各位看到没有 本利比只有17倍而已 所以你跟着 它现在赚10块钱嘛 赚10块钱 现在还讲17倍啊 今天再冲上去 今天大概18倍吧 大概是这个情况吧 对不对 可还记得 我跟你讲的那个大联盟吗 然后这要怎么做呢 刚才你看到的这个叫做 所谓的细光子在这里嘛 然后整个Covos在这边嘛 这也是光引擎嘛 光收发器嘛 所以呢 接下来 这是人家台积电做的 那你说我连电怎么办呢 我英代怎么办呢 连电说 没关系啊 你要先把它切成这么小的金面 再去堆叠哦 你看嘛 你可能切成100片 你要堆100次 你懂了没有 所以你做的工比较细嘛 我跟你做工比较粗一点的啊 我在100片之前 就把你给它堆上去了啊 这个silicon就是所谓的细板啊 waver on waver to waver 就是说这个地方来 晶圆跟晶圆之间 我就给你堆起来了 我12寸 我12奈米 我7奈米 不用做到像你那么细啊 我可以做一些家电的 我可以做一些手机的啊 所以我就直接两片 就给它叠起来了 叠起来之后再来切 那这样 切完之后我就收好了 不然你切完 这样我只要粘一次 懂吗 像刚才台积电这个要粘多少 假设切100片要粘100次啊 所以这就是一个新晶圆的方法 这就是为什么 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很可能啊 那么联电这个部分呢 那么刚才放到哪里去 联电大联盟 那么联电大联盟呢 接下来正要接上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啊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联电大联盟里面有历程啊 对不对 还有谁 还有联电自己本身啊 那么还有相关性质的股票啊 所以我这么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在这里啊 怎么会 看到没有 那华邦店是帮他做这个 所谓的 highbride 所谓的200倍接点的一个部分 那么在七奈里面里面呢 他要先行做一个打 打穿孔本身的动作 联电呢 做所谓covas 还有金图块相关性质的股票 金图块的股票 啊好啦好啦 讲也没关系了 金图块的股票就他啦 对吧 就他嘛 啊长得快不快 不快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反而我对这样的股票 还没有像以前那么喜欢 但是各位啊 还是这句话啊 我上上个礼拜也说 哎红海差不多啦 但是可能就是要等那个B100发酵 可能要等那个苹果手机发酵 结果呢一发酵 你来不及啦 现在我又跟你讲 联电集团啊 你说老师我看节目买可以啊 哎你不要乱买呢 哈 有人给我买 买什么3017 我就没说我会推荐这个 我推荐2354好吗 我一定可以推荐 本利比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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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来了 各位在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啊 千万不要有那种说 哇好多老师都追那个最高的 我知道 有的老师要带会员哦 要节目好看 都追那个最高的 隔天涨上去就说他有了 什么什么六五八四是不是 隔天涨上去就说他有 因为这前面根本买不到 啊跌下来就不见了 反正今天震的就说他卖了 做股票不要出几个锤 出几个锤是赚不到钱的 我在股票 我在整个当老师当了快二三十年了 每一次都是这样子 很认真的 把所有的第一手的资料 先把它研究出来 那么你才能够真正能够掌握住 未来的股票 我说现在全市场都在想这些啊 想这些新的AI晶圆 我说过百分之九十甚至九十五 这些相关的细晶圆呢 都会发生在台湾啊 所以请你一定要想办法跟上来 好吗 记得是第一手哦 那请问这第几手 一个礼拜不卖反弹 还不卖再跌 成功多少 二十五%不见了 甚至呢人家说三六六一四星科 好像跌掉一千块了 我是没有去算他啦 想说人家的事我就不用管 而且融资在增加 融券在减少 代表还没稳 代表还没稳 但是他不稳不代表 大盘不会上去哦 我说过 这一次来讲的话 刚才你看到了 这次因为三点四奈米 以下就改做封装了 没有再去做二奈米 一奈米 虽然昨天听到Micewell 要跟我们台积电说要去做研究 两奈米怎么做 那是防范于未来 他不见得最近会去生产 那么根据目前 我给你的资料你看过啊 那么假设两年之后 你用封测去做 你用封装的方式去做 跟去做二奈米 我告诉你 产能一样 但是成本降低很多 所以为什么台积电要这么做 为什么联电要这么做 联电现在为什么要研究 两个今天先叠了再来切 成本 成本很重要 所以你看到没有 像这些啊 我都不好意思说了 都已经讲到不能再讲了 该换股要换股票 该换股要换股票 好不好 该换股要换股票 不要老是沉醉在过去的梦想里面 新的梦想在这里啊 鸿海AI概念股啊 这支是可以啊 这支是可以 我直接这么说了 好不好 都是在这个地方啊 还有呢 台湾本利比还这么低啊 台湾本利比还这么低 尤其是台积电本利比 只有这样的时候 我问你一件事啊 我的本利比 本利比都好 一百多倍行吗 不行吗 有些股票根本连本利比 都找不到的那种 各位看到没有 有些股票根本连本利比 都找不到的 你赶快 不晓得来找我 什么浪烦啊 什么达星材料啊 台光店也是其中之一的 这次啊 一个大头直接掉下来了 融资大增加 融卷减少 该换掉的股票 你一定要想办法换掉 算那种本梦米的股票 你这次千万不要碰它 但是像这种 本利比才多少倍 十二倍 刚才我讲的 齐邦十三倍 刚才我讲的连电 连电更低 连电十倍 那连电是连电嘛 那他不能 他不是连电那么大的股票 十二倍 我认为啊 各位接下来就要注意到 Wafer on Wafer 排击电叫做 COW COOS 这个叫做WOWS 可能叫WOWS Wafer on Wafer 欢迎各位想尽办法 赶快跟上来 这档股票 那么新晶圆的 本利比只有十二倍 那么各位已经准备好了 每一步 我都帮各位安排在前面 做股票就是要比人家快一步 比人家稳一步 好不好 跟上财富指挥官 那么该做的事情 要换股换股 来找我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我们等您电话 为您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